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奇幻电影《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3》终极之战。 前情说到大反派马塔莎逃离了迷你世界,变得异常强大,而亚瑟因为望远镜的毁坏,没办法从毫发国变回人类。 亚瑟想起之前在家看到一个药瓶,里面的万能药能把毫发人变成人类,于是他们决定回亚瑟家。 家里的爸爸在遇到了变大的马塔莎后报了警,警察却将警牌吊在了下水道里,拦住了亚瑟三人的去路,他们推倒警牌滑进了下水道,而警察在路上遇见了变大的马塔莎。 开始他们还以为是一棵棕榈树,仔细一看被吓得差点翻车。 马塔莎去到整容医院,让医生给他换了一张人类的脸,并装成一个返乡的人来到了外公家。 说这座房子以前是他的家,外公很善良毫无戒备地放了他进来,而亚瑟这边坐着水泡,顺着自来水管道回了家。 他们坐着玩具车穿越屋渍,却看到了马塔莎的下属达克。 原来达克跟着他们的屁股后面追了过来,亚瑟和达克来来回回过了几回合的招式。 箭被打落就在达克得意洋洋的时候,火车进入隧道,达克还被狗用棒球盘了一遍。 棒球一路滚到了一楼,将伪装的马塔莎绊倒,让他直接在外公一家人面前暴露,爸爸直接下云过去。 外公这才知道自己引狼入室。 隐藏在外公家的非洲人显出原形保护外公,结果几下就被干掉。 马塔莎威胁外公拿走了药水,还无意间将自己的手下达克压在书下。 亚瑟他们救出了达克,达克也终于看清他对于马塔莎来说毫无意义。 他决定帮助亚瑟他们对付马塔莎。 亚瑟几人开着玩具飞机追着马塔莎去森林,结果半路飞机没了动力。 马塔莎将万能药水倒进了河里,一瞬间他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复仇军队。 他的军队飞进城区,城市里到处都是巨大的文字。 亚瑟这边也不坐以待毙,他们去蜂巢向蜂王请求了帮助。 但蜂巢很快也弥菩萨过河,因为亚瑟对蜜蜂过敏。 亚瑟的爸妈找来消防员要将蜂巢破坏掉。 情急之下,亚瑟通过纸牌让蜜蜂飞成字母跟妈妈说话。 妈妈知道了亚瑟在蜂窝里,这才保住了蜂巢。 亚瑟吃下蜂王给他的蜜球即将变成人类。 临别,公主再次给了他一吻,随后亚瑟便掉下树恢复了真身。 他开走了爸爸新修好的车,而外公意外发现在家里的达克, 用剩下的药水帮他变大了身体。 俩人开着车也急忙赶去城区。 亚瑟来到蚊子军队袭击的地方,但恢复孩子身体的亚瑟手无竖姬之力。 很快就被一群蚊子围剿,成为了阶下囚。 这时,外公和达克赶了过来。 达克用刀抵住了马塔莎,但马塔莎哄骗达克说,让他当领袖。 很快达克就放下了刀,最后他人统统被绑了起来。 就在三人陷入危机时,公主和红毛赶来救下几人。 马塔莎的诅咒突然开始生效,他的身体慢慢地恢复成了迷你人。 最后,被亚瑟用一个杯子罩住,失去了他做白日梦的机会。 而达克被亚瑟穿上了绝地武士的衣服。 一个记者近来发现了这个会说话的怪物,或许这又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。 电影最后仍旧是大团圆,所谓家庭不过如此吧,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。 好了,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再见。